欢迎回到我的教学影片 在双打什么最重要 当然是开球还有接发球呢 来 等什么 走 我现在教你们 你们还记得上一集我跟大家分享开球还有接发球吗 这一集我将跟大家分享更多在单数的站位的开球 还有多数人会接发的落点 So 我现在会在Terry跟大家分享开球的五个点 还有多数人都会接发的落点 So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号 都是会在T这边 然后二号就是稍微的在中间 然后三号是在旁边 然后四号我都会把它放在这边 还有最后一个点就是五号会在这个点 首先站位还是一样 中心要放低 然后球拍要做反手的做拍 然后把手抬上来 对方一开球了我就从我的脚蹬出去 伸出去打 然后再回来 一定要在第一个时间就要接触那个球 然后再回来 接触的时候要有时间短 而且主要focus在你的手腕 还有你的手指力 当对手开这个点的时候 然后多数人家都会打的点 都会在这边 然后这边 还有这个 当人家开球在这一号点的时候 多数人的接发球的落点 都会在这边 第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还有最后一个点 这边 还有最后一个点 这边 当人家开 当人家开 在二号的时候 多数人接发 都会在 这个点 很靠近往前修的 然后 第二个点 就是在 中场 然后第三个点 就是在 这边 这一集的教学影片 你们都学会了吗 记得跟朋友们分享 还有别走开先 记得subscribe 还有follow我的youtubechannel Janice Wu 还有开小铃铛 记得follow 00ml 的instagram 我们将会分享更多教学影片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